打开水龙头小朋友洗洗手 边戳揉手掌一边嘴里还要念着口诀 老师从旁协助确认学生有落实未教 尤其饭前饭后都要洗手 避免病从口入 国内正处肠病毒流行期 上两周统计 北市就因为肠病毒停班227班 新北也有63班 校园上上下下如临大敌 机关署和教育部都到场 做肠病毒防治宣导 老师们也不敢大意 机关署提醒幼童肠病毒重症前兆 意识不清活动力不佳和昏睡 提醒肠病毒传染力强 容易在家庭手足间传播 尤其五岁以下婴幼儿家庭 更要注意 国内上周有新增一例的一个 常病毒重症的一个个案 那健保疾患疹的一个就诊人次 在上周有超过一万七千多人次 那近十年来的一个次高 疫情的时候呢 大部分人都有戴口罩 那大部分人都有注意手部卫生 那目前是属于后疫情的一个时代 那我们还是要呼吁学童跟家长呢 还是要注意手部卫生跟呼吸道理解 国内常病毒目前仍以克杀其A型为主 容易重症的A71型和D68型 目前都只有零星减出 但专家呼吁别大意 洗手七口诀 内外夹工大力丸 大人小孩都别忘记 民事新闻林陈吴佩佳台北报道